当地时间3月30日 美国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决定起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指控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 向燕心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并伪造商业席录一事 具体指控罪名将在随后几天公布 检察官将要求特朗普出庭 特朗普成为了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提出了这次指控 此前两组检察官曾对此案进行过调查 但他们都拒绝采取后续措施 寻求对特朗普提出公诉 美媒称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的这一决定 势必会给特朗普寻求在2024年再次赢得总统大选的努力蒙上一层阴影 特朗普本人也发声明回应称 这个起诉决定是历史上最高水平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 我相信这次政治迫害将引发针对拜登的巨大反弹 美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 激进左翼民主党在这里做的事 每个人都可以看清他 而我们的运动 我们的党派会因此团结而强大 将首先击败阿尔文·布拉格 然后我们将击败拜登 我们将把这些腐败的民主党人每一个都赶下台 这样我们就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CNN报道称 起诉引发的冲击波肯定震撼全美 并将美国政治体制推向未知领域 在美国历史上 从未发生过一位前总统面临刑事指控 更不用说此人正在再次进选总统了 此前在24日 特朗普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 如果他遭到检察官起诉 就会引发死亡和毁灭 外界担忧国会山骚乱一幕会重现 另据纽约警察局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 向CNN透露 美国法警特勤局和纽约警察局 正在讨论将如何安排这位前总统出庭受审 根据警方的一份内部备忘录 纽约警察局会在31日加强安保措施 在一份声明中 特朗普的律师回应称 我们将在法庭上积极对抗这种政治起诉 特朗普还面临着其他潜在的法律风险 两年来 亚特兰大地区的检察官一直在调查 特朗普及其盟友干预佐治亚州2020年选举计票的举动 美国司法部一名特别检察官 正在调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储存机密文件的行为 以及他为扭转选举失利所做的一系列举动 在2016年总统竞选后期 特朗普的前律师科恩 付给丹尼尔斯13万美元作为封口费 要求后者对曾与特朗普发生婚外情一事保持沉默 然而相关的费用由特朗普的公司特朗普集团报销 该公司还为此向科恩支付了奖金 并在内部文件中记录为法律费用 纽约联邦检察官在2018年指控科恩 违反联邦竞选财务法 称这些款项相当于为特朗普的总统竞选 提供了不可接受的帮助 科恩承认了这些指控 以及与此事无关的逃税指控 并在联邦监狱服刑 当时的法庭文件显示 特朗普知晓这些安排 但检察官当时不愿对他提出指控 因为在联邦法院起诉现任总统可能违宪 对于特朗普被起诉一事 许多共和党人都做出表态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保守派主席 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冲 这令人发指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是言 众议院将追究检察官前所未有的滥用权利的责任 正在考虑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推特上表示 他所在的州不会协助对特朗普提出的引渡请求 为推进政治议程而将法律体系武器化 颠覆了法治 他补充说这不是美国人的做法 与此同时 民主党人表示 如果特朗普违法 他应该像任何美国人一样面临指控 我们就会有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合作为